随着世界杯八强的产生 本届大赛的高潮也即将来临 八支精英球队将展开捉队厮杀 率先开战的将是巴西对阵克罗地亚 这场比赛全世界的球迷和媒体 当然一致认为巴西队会轻松取胜 在八分之一决赛 克罗地亚经过120分钟酷战才淘汰日本 而巴西队只用了半场时间 就将韩国队收拾得服服帖帖 通过两支亚洲球队就检验出了两队的实力 巴西虽然有多名主力确诊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球队的替补阵容就已经足够应付韩国 克罗地亚这种实力的球队 虽然克罗地亚队的实力更强 理查利森 威尼修斯 罗德里格 马丁内利这些豪门的当家球形实力 都属于超一流水准 谁上谁下对球队几乎没有影响 加上球队的中后场有法比尼奥 吉马良斯 卡塞米罗这些防守大师 让球队在攻防两端上都占据着绝对实力 而克罗地亚队在纸面上的实力 肯定不辱巴西 但别忘了上一届世界杯 他们在淘汰中 就是依靠连续两场的点球大战杀入四强 如果再算上对阵日本队的比赛 他们已经连续赢得了三场点球大战 所以本场想爆了巴西 克罗地亚只有把比赛投入点球 才有胜利的机会 否则人员老化的克罗地亚队 想再创造奇迹 已经如同天方夜谭 本场看好巴西取胜 如果说巴西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 悬念不大 那么荷兰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 则是标准的火星撞地球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遭遇 就是四分之一决赛 24年前那场经典大战 看的球迷们是荡气回肠 冰王子伯格坎普中场前 挑过阿拉绝杀阿根廷的进球 也成为世界杯上十大经典入球 转眼间时光飞逝 两支崇尚进攻的球队又一次遭遇 荷兰队在本届杯赛上的旅程 一直比较轻松 小组赛只用了五成力 就拿捏了几个对手 淘汰赛上遇到了实力平平的美国 他们也没有太消耗体能又一次过关 所以荷兰队本场可以说是以一代劳 而阿根廷队的晋级之路则要坎坷得多 首场比赛爆出惊天大冷输给沙特后 阿根廷被逼入了绝境 后两场比赛场场拼命 才从小组赛中杀出重围 淘汰赛澳大利亚虽然实力一般 但也给他们制造了足够的麻烦 所以他们的体能消耗更大 特别是球队的核心维系 已经35岁的他 不再是10年前那个满场飞奔 不知道疲倦的年轻人了 另外阿根廷队还有一大劣势 就是他们的身高要比荷兰队矮得多 定位球防守上将会非常吃亏